上荡百年 七世大观 各位看官好 欢迎光临七世大观 眼看到了年根底下了 过年是我们中国人千年不变的一年中盼望的最大节庆 此就迎新之际 好心情频道制作组 向抬举我们 传播我们的各路豪杰 献上最诚挚的祝福 祝各位看官牛年快乐 合家团圆 万事如意 好心情感恩大家半年多来一路跟随我们 到腊月23小年时分 本频道订阅刚好突破五位数上了新台阶 有了列位的粉和挺 我们有信心向六位数快步前行 此时此刻 好心情由衷地感谢教授及大厨林辉老师的辛勤劳作 能让我这个小跑堂的播主把一道道私家菜麻粒着端上窗口 再由我们大堂的美女少爷包装打理停荡 端到您跟前享用 我们的主打节目《七世大观》《中南火海》《丑闻联播》 虽然不敢和中华各大菜系拼知名度 但如今我们自存也能算是初出茅庐的私家菜的一支 因为每端上一道菜就有数千到数十万食客争相品尝 这样的反馈让我们对自己坚持的理念充满信心 那就是不求奢华但求好吃 虽然本店门脸小巷子深人手紧 但还是能经常看到让我们感动的温馨一幕 有看官不远万里来此点菜留言叫好 说必须点赞的 还有说必须坚持看完广告 为我们增加小费的 还有聪明的朋友 发现了我们新开的频道开心果树 也去观赏订阅点评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这让我们组的男女老幼真是暖心哪 真真切切感到各位看官全是我们久远的亲人 在此本播主代表组员向各位看官三公致谢 列位都知道我们做这个频道的初衷 就是要用泉水给共党统治下的同胞们烦洗洗脑瓜子 用历史的真实拨下这个匪帮 镶在自己脸上的假皮 让她的鬼脸晒晒太阳 这看似程序简单 其实真是个浩大工程 所以以我们的绵薄之力实难胜任 为此在下恳请道合谋童的列位看官豪杰 大家一起来帮我们加大传播力度 每次看片之后顺手把链接发给您的发小铁词闺蜜吧 十个不嫌多一个不嫌少再加上一句评价啊 当然为安全起见墙内的看官您啥都不用说 只发链接即可 免得被敏感词过滤 我们自信思家菜的品味 酒香不怕巷子深 您的加盟传播 往小了说是粉我们 往大了说是跟我们一道 从十恶都市的坑里往起捞人 不久的将来 您一定会看到您的寻常小动作 是积了大功德 善莫大焉 多谢多谢了啊 好 书归正本 中国传统新年又到了 现在的国人把这个农历新年 跟着共党官宣叫成了春节 其实很多同胞 特别是年轻人不知道 这是共党建政后才开始推出的叫法 我们祖上都叫过年 没有春节一说 就像没马主义一样 首先要指出 农历这个说法本身就有问题 中国的传统历法根本就不叫农历 也不叫阴历 而应该叫黄历或黄历 皇上的黄和黄颜色的黄 两个黄历啊 据史料记载 中国的传统新年 从腊月初八就开始了 到正月十五才结束 这段时间就叫做黄历新年 老百姓俗称过年 对于年 说文解字的解释是五谷大熟 意思是古人在丰收之后 过年的时候 要感谢神明保佑 祈祷来年风调雨顺 因此过年期间的各类庆典 仪式活动都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 比如说腊月初八也叫腊八 这是和神佛有关的日子 具体说就是释迦牟尼开悟成佛的日子 民间和寺院都在这一天喝腊八粥 祈祷来年 五谷丰登 六绪兴旺 接下来就是腊月二十三过小年 这一天是造王爷升天的日子 百姓会祈祷 上天言好事 下界降吉祥 造王爷到除夕回府 百姓再贴上新的造王像 而除夕则是过年庆贺的高潮 这是祭神祭祖的大日子 其中置天地桌 贴门神 皆福神 财神 贵神 喜神 太岁神 请造王爷像 贴春莲 放鞭炮等等 都和中国人敬神的传统有关 可见过皇历新年对中国人来说 有着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当然了 信奉唯物论 宣扬无神论的共党 肯定容不下这样的有神信仰和传统文化 信了神谁还信他呀是吧 就算过年的意义 价值 内涵 在中国长存了数千年 根基无比深厚 那个被幽灵负了体 敢与天斗与地斗的共党匪帮 也要除之而后坏 有一本好书叫《解体党文化》 看官有兴趣可以在网上搜到 书中介绍 中共建政之后 开始认为皇历代表了传统社会的统治之序 并且其中有很多与预测学 风水等有关的内容 于是废止了皇历 1949年9月27号 中共商量夺取政权后建政事宜 将正月初一改为春节 随后又把传统的皇历新年改叫春节 但并没有解释原因啊 列位 您还真别以为共党官僚那时候是在咔咔拍脑门 咱慢慢说 几十年约定俗成就春节春节这么叫着 大家也就叫顺嘴了 谁知2019年由党媒突然发表了一篇文章 一本正经地解释起春节这个叫法来 这不欲盖弥彰吗 也可能发现这么叫越来越被老百姓和史家学者质疑了吧 就出了洗洗地 党媒断章取义的找出 1931年1月21号 北洋政府内务部总长朱启前向袁世凯递交的 成尼规定四节游 从中选出了定阴历元旦为春节 端午为夏节 中秋为秋节 冬至为冬节一句 来证实这就是农历元旦被改名为春节的由来 问题来了 都知道咱河南相城老乡袁世凯民国后称帝改元红线 又取消了君主立宪国体 仅存82天及收摊 你共党如今根据袁皇帝的手下一道文书 就改了国人的千年节日称位 合适吗 退一步说 朱总长也不过是单独选出了一天作为迎接孟春的日子 并没有说这就是皇帝新年 整个中华民国也都没有谁提出要废止皇帝 更没有歪曲淡化抹杀 作为传统四大节日之首的皇帝新年的意义和内涵 而且就算你共党在自己地盘反神 过年敬神祭祖的习俗 至今仍然广泛流传 成绩于港澳台以及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一些亚洲国家 显然 共党将过年改为春节后就失去了以往的内涵 刻意让它成为一个普通的庆祝春天的节日 而这正是共党反神的阴险目的 解体党文化指出 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叫法 同样是共党为了批判替代传统文化 宣扬无神论的需要 这样一改 传统过年中感谢神明看护 尊敬神明与先祖的文化内涵就被去除了 这还是其一 列位都知道 共党是不放过任何改造百姓的机会的 上个世纪 他趁所谓改革开放松绑时期 一举炮制出了央视春晚这么个党宣品牌 就是利用大年三十晚上中国人合家团聚的浓情时刻 在大力营造出的娱乐氛围中插进他的洗脑私货 你哈哈一乐一放松 就忘了打假和淡化了自己坚持的品位 特别是前些年称霸春晚的赵大白伙那货 那叫一个恶俗 年年丑话咱农民弟兄不说 没少为共党站台害人 就是个要钱不要脸的搅屎棍子 列位肯定知道我说的是谁 据共党官方资料称 春晚最早开办于文革后的1979年 不过因为当时电视机不普及 所以影响不大 也断过档 后来电视机普及率速速提高 共党到1983年就再次开办 由央视安排在年三十晚上播出 随着收视率节节攀升 春晚就成为每年大年夜洗脑收钱的固定曲目了 对于春晚的定位 共党一开始就没有隐瞒 称其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 要体现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 做到上情下达 主旋律歌曲是主导 无疑 从开办这些年看 春晚乃是共党的政治工具 以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看清 因此抵制春晚的人也越来越多 到近几年的春晚 共党更是收获了满满的差评 有网友写道 节目差到家 真看不下去了 一年比一年差 一年比一年难看 假唱太假了 这个春晚除了娱乐明星 全是槽点 我已经关电视了啊 继续抵制央视春晚 今年的春晚舞台格外的红 舞蹈太红了 其他啥也看不清 小品强行推社会主义价值观 歌又是红歌 让人反感 一带一路政治正确 春晚无疑是个政治大会 另一种形式的新闻联播 网友质问 春晚 你粉饰太平有意思吗 这话也说出了在下的心思 就像一个大V的金句 是美女你不用粉饰 西施素颜也是美女 东施你把一盒粉底揉到脸上 你还是丑八怪 说到重点 许多国人不知道 在中国传统新年期间 通过文艺形式对国人洗脑的招式 早在共党盘踞延安时期 就开始耍了 2017年1月 共党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刊载的文章 延安时期的红色春节 对此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说白了 那就是共党当代春晚的祖宗 文章指出 共党要将心思想的宣传教育与传统民俗民风相结合 意思是要推动老百姓接受共党的灌输 那么它是怎么做的呢 文章写道 关于过年的习俗 一首民谣在延安当地流传甚广 二十三造祭天 二十四血对联 二十五做豆腐 二十六隔年肉 二十七载公鸡 二十八把面发 二十九蒸馒头 三十晚上熬一宿 大年初一扭一扭 列维看到了吧 民谣中蕴含着百姓过年对神明的感恩敬畏 然而 针对上述民俗 共党逐渐加以改造 首先它要改变年画和对联 传统年画以民间传说或历史故事中的 神仙汉将为主角 门神以钟馗 秦琼 玉池公为主 1938年年初 共党延安鲁义的将人们 创作出了包含共党宣传思想的木刻年画《五谷丰登》 《保卫家乡》发给农家张帖 自此便开始了新年画的创作 然后逐步推广扩大 1942年 鲁义美术部成立了年画研究组 画了更多年画 内容以称颂共党路线方针政策为主 同时展现边区军民的新生活 新风貌 作品有《保卫边区》 养娃娃讲卫生 大战平行官等等 对联的内容呢 则多以抗日战争和现实生活为背景 什么 自由平等除旧税 民主政治过新年 咱提外话啊 写这副对子在当今肯定会被跨省缉拿 至少判十四年 还有 过新年坚持抗战到底 除旧税反对妥协投降 有牛有地 有劳动 家家足食 自重自访自织部 各个封衣 您看 哪条不渗透着共党的宣传呢 文章总结称 1947年 当中央离开延安时 共党打造的年画和春联 已经取代了传统的年画和坠联 而当地百姓被彻彻底底洗脑了 其次是改变传统秧歌的内涵 在陕北地区 打射火 闹秧歌 说书 唱酒曲等等 是欢庆节日或婚丧嫁曲中广为运用的表演方式 其中闹秧歌是传统新年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列位可能都见过 黄土坡上 黑棉袄 黑免当裤 白头金的一群老爷们儿 大幅挥动胳膊腿 整齐划衣 黄土抱齐 琴枪冲天的粗犷镜头 很是震撼 那真是彪悍民风的完美展现 后来呢 1942年 老毛发动延安整风运动 共党文艺界掀起了一场新洋根运动 采取传统秧歌的表面艺术形式 但加以改造 内容则是以宣传共党政策为主 所谓新秧歌主题由雍军花鼓 兄妹开花 摇花蓝 白毛女等 鲁毅还组成了150人的庞大秧歌队 过年期间在杨家岭 中央党校 文化沟等地 巡回表演 在共党举行的一些联欢大会上 新洋根也成了最主要的节目 共党的元老级人物谢绝哉曾经在日记中 计数了延安时期的过年情景和气氛 他在1943年的日记中提到 当天召开群众大会 很热闹 还有时髦之化妆央根队竖起 到1944年过年时 延安的工厂部队学校组织的央根队 达到了27家之多 上演了150多个节目 不知不觉中 延安民众接受了共党的宣传内容 和改造了的形式 彼时的共党不过占领了延安一遇 就已经开始借由文艺形势对民众进行洗脑了 共党建政后 通过发动的一次次运动 不仅彻底毁坏了中华传统文化 而且摧毁了传统的知识分子精英 其后又再度通过教育 春晚 媒体等工具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对中国人进行洗脑 让国人身在党文化中而不自知 共党诛心中国人的险恶由此可见 有意思的是 在谢绝哉的日记中 我们并没发现春节这个说法 关于1939年的传统新年 谢绝哉记载道 2月18日是旧历除夕大年三十 天气晴 开校务会议 时时敌击三驾来袭 无损失 2月19日旧历元旦下午至组织部 昨天会议所提 陈云同志均同意 2月20日 因旧历新年之故补放假一天 关于1943年的传统新年 谢绝哉记载道 2月4日旧历除夕 从今日起放假一周 2月5日古历元旦历春风沙 农家以为非年风之兆 关于1944年的传统新年 谢绝哉记载道 1月24日旧历除夕 下午三十 昭雁 李丹老全家 1月25日鼓励元旦放假一周 1945年关于传统新年的日记 表述也与上述差不多 蹊跷的是 在谢绝哉几年的日记里 我们寻不到春节的表述 而是将之称为元旦 这说明延安时期 共党尚未篡改说法 这不打了党媒上边那篇千墙辅惠解释春节来历的脸吗 你家领导三四十年都没改口 你这是要拿元皇帝马仔1913年的画怼领导吗 共党1949年将过年改为春节后 传统过年的吉祥画也变了味 什么 祝你今年能够上北京 见到毛某某 革命精神代代传 等等政治套话 春联也变成了 翻身不忘共产党 幸福不忘某某某 张贴的年画也从精神起伏变成了 大跃进人民公社好 春节期间学习老三篇 全家学公报 也不知道那是个啥玩意 共党各级组织还召集辟名看爱党电影 组织什么有教育意义的联欢会 搞团拜什么的 精神祭祖也变成了义苦思甜 对了 本来这集要播义苦思甜的 想想大过年的 算了吧 连我想起过去一股饭 那个嗖臭味都要欧 可别给大伙添堵 文革结束之后 民间传统的庆祝方式有所恢复 然而 经过三十年的破坏 新生一代已经没有重拾传统的可能了 的确 在连传统新年都不放过中国老百姓的共党统治下 中国人如何能回归传统呢 所以我们说 中国明白人 请毫不犹豫地抵制洗脑 吐槽春晚 新年一始 万象更新 疫情过后 共党无踪 让我们一起迎接没有万恶共党的新中国 各位看官 牛年大吉 新春快乐 保重身体 咱们下集见